西拉雅族人来到立法院正门前唱着足语歌 就是因为原住民身份法修正草案 好不容易在去年底通过出审 送出内政委员会之后 原定接下来的朝野协商程序 要在今年3月29号召开 却临时取消 到现在还卡关没下文 让台南市西拉雅文化协会族人不满 7号到立法院外举牌抗议 要求赶快召开朝野协商 当初我们小业总统在政界里面 也针对我们平补证明的 感染我们的民族 这个政党还有比我们的承诺 民进兰在立法院市多数的时候 尽快地完成政党协商 让我们平补证明 能够在这个会期通过 如果说这个政府有心 应该就是马上说协定是在哪时候 在召开 可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消息 要给我们希拉雅一个交代 也要还给我们的历史正义 不要它让我们感觉是在玩弄我们 争取平补族群证明 原转会的两位平补族群代表 陈金万和万淑娟 以及布农族代表都到场声援 平补族运动的很多朋友就是援运的协力者 在后面默默地帮忙 我想从这个地方可以重新唤起 我们原住民族是怎么样被分化的 以至于我们现在各自努力 时间太久了 失散多年的家人 我们家人欢迎各位回到原住民的家 我们平补族所有台湾的商厅 都要回到我们的原住民的家 原住民身份法搜证草案 被列为立法院这个会期最优先审议法案 但这个会期只到五月底 眼看剩下二十几天的时间 再加上先前台南市希拉雅文化协会 和多位立委联系过 也有立委曾承诺协助 却迟迟看不到进度 因此这场记者会主办单位 婉拒所有立委到场站台 并呼吁执政党立即召开政党协商 通过修法来兑现承诺 原始新闻喜故 物流立法院采访报道 到我们的责任 外面采访验